今天我们就来一口去看完《大话西游》的台前幕后 让人没想到的是 《大话西游》的国外译文竟然有特殊的含义 还成为现在的网络名词 喜欢看短视频的90%都听过 要说星爷的电影时哪部作品能够封神 那《大话西游》绝对是当之无愧 可又有谁知道 这部作品在当年不仅让他险些破产 甚至迎来了铺天盖地的骂声 当年星爷凭借《赌盛》系列 还有《九品芝麻馆》等电影 统治了港台电影圈 也让众多网友知道 原来四大天王上面还有一个皇上皇 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当时星爷的地位有多高 但星爷不是在乎功名利落的人 他一心只想做好电影 但当时他的风格一直都被称为无厘头 可这不是包一词 而星爷为了打破观众的理念 便决定拍摄一部悲喜剧 也就是《大话西游》 当时星爷创建的公司名叫星才 为了拍摄这部作品 全公司上下一心投入了近七千万 为了保证质量与拍摄效果 还有营造大陆观众喜欢的风格 他还与西安电影厂进行了合作 可由于《大话西游》的剧本在当时并不完善 加上风格过于无厘头 并没有被西安电影厂看好 如果不是碍于星爷当时的影响力 换作成其他人的话 估计早就扔本地走人了 而西安电影厂在拍摄过程中 确实是吃尽苦头 我们都知道星爷是个十分具有灵感的人 而片场的发挥 恰恰能够激发他的灵感 导致现场经常加戏 而这样的结果会造成哪些结果呢 首先是工作难度与工作量会大大增加 要知道当时的取景地可是在宁夏镇北宝 本就是干旱沙漠的气候条件 加上还处在夏季的高温 可以说条件要多艰苦就有多艰苦 而演员还要化妆 身上是里三层外三层 像猪八戒和牛魔王的角色还得戴面具 那闷热的情况简直不敢想象 于是不管是内地还是港台的演员都是苦不堪言 有压力就会有矛盾产生 据说西安演员和武打导演陈晓东就发生过矛盾 第二就是时长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大话西游会被分为上下两部播出的原因 第三就是资金问题 在拍摄到一半时 几千万的资产就已经消耗殆尽 剧组不得不减少员工节约开支 像达叔这样的顶级演员都得上场扮演三个角色 而执行导演江约成还在其中担任瞎子的角色 就连菩提老祖也是刘真伟导演剃头后亲的上阵 这样的行为在整个电影史上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 在上映后却全部成为了经典 当然这里也不是说星爷做的不对 如果不是他精益求精的要求 以及源源不断的灵感 本片也就没了那些广为流传的经典 比如爱你一万年的誓言 而朱音的魅言也是永恒的经典 可谓是男女老少通杀 不过星爷为了这些经典的场景付出了诸多心血 比如唐僧的角色就是他精挑细选出来 相信阿里佑的片段大家都看过 罗佳英一脸正经的搞笑 加上各种无厘头的台词 给观众朋友们塑造了许多经典场面 甚至许多网友还把它剪辑成鬼畜视频 哪怕过了二十多年也依旧让人回味 可谁又能想到 原本星爷定下的人根本就不是他 当时许多人前来试戏 可都无法领悟无厘头的精髓 拍摄出的画面也不尽人意 就在星爷一重莫展时他突然想到了在《国产007》中 凭借达文西一角爆火的罗佳英 由于是临时安排 当时还在《王精剧组》的罗佳英根本没有时间 可出于和星爷的友谊 他还是硬生生挤出了半个星期的时间 换作其他人估计是请不动的 然而罗佳英的表演也再次证明星爷的眼光是对的 他凭借画牢的角色将孙悟空折磨得不行 这种画牢的方式简直和原著中唐僧的形象如出一辙 据说这里灵感还是来源于导演家里的唱片机 那个年代唱片都是老式的 所以声音也是断断续续的 但罗佳英在加上无厘头风格后 却塑造出了别具一格的唐僧 知名度甚至超过了83版的原著西游记 如此优秀的演员 星爷自然是不肯放人 于是罗佳英的戏份也开始逐渐增加 拍摄时间也被延长至半个月 罗佳英彻底明白什么叫做上了贼船就别想走了 但得到导演与星爷的支持后 罗佳英就开始尽情的发挥自己的才能 其中昂雷又的片段他就加入了自己的老本行 也就是乐剧 所以才会让人听候如此上脑 而这一片段也改变了罗佳英的人生 之前的罗佳英和家人挤在不足60平米的房中 可在大话西游与他的戏份火了后 贫困的生活与他宣告离别 房子也买了两套 只能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其实除了演员的挑选外 星爷与导演刘振伟在配乐上也下了不少功夫 当时请到的是赵继平老师 要知道这可是位大佬级别的人物 不仅为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做过曲 就连红高亮的配乐也是他的功劳 还因此斩获过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 可就是这样一位大佬级别的人物 在见到大话西游的剧本时 也依旧是战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迫于无奈他只能前往片场 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结果碰巧那天正在拍摄牛魔王大战十三娘的场景 赵继平老师第一次见到如此血腥的场面 被吓得不轻心中也打起了退堂鼓 可碍于导演与星爷的面子 他也不好推辞 只能要求别在片尾出现他的名字 除了他之外剧组还请了卢冠廷老师 这同样是位大佬 电影最爱的主题曲就是他创作的 《赌神》中发歌每次出场的BGM也是他的杰作 而卢冠廷也用一生所爱 给剧组交上了一份完美答卷 每次看到片中出现悲情的地方 必有这首BGM可谓是牵动人心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依旧能够在不少校园歌手大赛中听到这首歌曲 哪怕是00后 只要吃过爱情的苦都逃脱不了一生所爱的魔咒 就连电视剧《追风少年的天空》也有演唱一生所爱的场面 用来致敬大话西游中的爱情 除了一生所爱外 孙悟空翻跟头出场的画面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 同样也是配乐的功劳 这里用的是商议老师的小刀会续曲 首先唢呐营造出一种气势磅礴的感觉 接着又用琵琶二胡来进行升华 而词曲如今也成为了大圣归来的专用BGM 在西游祥默片中 孙悟空大战取魔人的场景用的也是词曲 而星爷对此也是爱不释手 就连功夫中 他从天而降用出降龙十八掌的画面 运用的BGM也是词曲 网友也纷纷调侃 词曲一响主角登场 本片的经典配乐还远不止如此 东斜西游中的天地孤影任我型配乐也加入了其中 就是孙悟空抱着紫霞仙子两人深情对望的场景 可就是这样一部掏空心血的电影 在上映后却票房惨淡 他的感情理念过于先进且包含哲理 与当时的社会观产生了巨大的冲突 导致观众们并不买账 上部月光宝盒只有2500万的票房 下部大声取亲只有2900万的票房 而内地的票房也只是20万 连投入资金的一半都没有收回来 本想借此机会闯出名途的星采电影公司 反而因此倒闭赔得血本无归 而星爷也因片中的夸张演技和无厘头风格 导致遭受到铺天盖地的骂声 大花西游也成为了十大烂片之一 但好饭不怕晚 真金永远不会被埋没 在1996年时大花西游迎来转机 北京电影学院正式引入该片 本来只是一次教学素材 可谁知竟在学生中产生前所未有的轰动 一时间大花西游统治了各大高校的论坛 学生们纷纷感叹其中的爱情 各种模仿也是层出不穷 而大花西游也彻底火遍大江南北 从烂片一跃成为经典 打了史无前例的翻身仗 而其中的片段在仔细讲究后 竟然发现跟《红楼梦》一样处处都没藏着细节 他将情感中的相遇 爱而不得 以及生离死别演绎的淋漓尽致 引发无数观众遐想 当然 大花西游的火也要归功于互联网的普及 1997年 普通人开始用拨号上网的方式登陆互联网 大家在网上冲浪 用的还是网络聊天室和BBS论坛 大花西游在北京放映后 关于电影的讨论就瞬间遍布网络 而周星驰的名号也是从那时打响 1993年 VCD进入中国 然后港片就成为重灾区 大街上的录像厅光明正大地放着各种港片 相信没几个小伙伴没看过VCD吧 可以说大花西游的流传盗版VCD功不可没 在1998年 在加拿大的刘振伟接到王家卫的电话 告诉他大花西游在中国大陆火翻了天 而刘振伟却不信 以为王家卫在骗他出山拍片 一个差点让陪破产的烂片怎么可能火 直到接到周星驰的电话 这才相信大花西游终于红了 他也重新找回了自信 因为当年这个剧本是他从王家卫丢弃的东斜吸毒第一稿改来的 1995年 大花西游获得第二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最佳编剧奖 这也是刘振伟至今唯一一部电影奖项 大花西游不仅在国内口碑很高 在国外也非常不错 IMDB评分高达8.0 而他国外的名字更有内涵 英文译名是A Chinese Odyssey 翻译成中文就叫中国版奥德赛 奥德赛是古拉尔时期河马创作的史诗 讲述了伊萨克国王在特洛伊战争后十年的返乡漂泊之旅 在西方奥德赛的分量和中国人眼中的西游记相当 大花西游也绝对对得起中国奥德赛这个称号 只不过现在网络上的奥德赛都是非洲纪录片里主角的代名词 眼在非洲开大船的老表奥德沙是一名是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 对于电影有很多语句的理解 其实没必要过度解读 人者见人智者见智就行 不需要强迫别人同意自己的观点 大花西游我最少看了十遍 不知道各位看官看了几遍呢 不需要强迫的观点